妄陷 多事虚构 焦虑 在笑背后别舞 选择 默默成熟 压力 来自苛求 抢走 说不顿理由 就算崩溃 也要实际足够 发泄 也似前相偶 我不罢休 绝不低头 失不罢休 拆穿命运 阴谋 绝不罢休 要成为现世最敬畏的对手 为理想 东奔西走 去死不休 去死敬畏的金融 热尘热尾 热尘热尽热尾 老胖你回来了 洗手准备吃饭 咱家是要来客人吗 没有啊 那你做这么多菜 咱俩吃得晚了吗 不是 我这不是今天下班早吗 就去趟菜市场 想着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等着啊 马上就好了 老师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咱家做饭的时候 把家里所有窗户都打开 因为咱家太小了 呛得慌 咱家这个抽油烟机挺好的 要不我回头换个更好的 你能不能不要把注意力 放在抽油烟机上面 咱俩换个大房子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来来来 坐坐 等着 坐坐 专门我已经烤了啊 你想撑死我呀 吃饭没事 方明家我明天带公司 吃着劲儿吃 我给你盛点汤啊 我刚才还在想 自从当上了总监妈 这我这厨艺就生疏了 我现在无关一生心 我准备把这个厨艺重振起来 你知道吗 以后您下班 我保证你 吃上这么一大桌热乎乎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照顾照顾花 你看那花都捏耳朵了 得好好照顾一下 还有呢 还有 还有呢就是 好好的感受生活 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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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得出来 享受生活这几个字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好好的 方程你三十多岁了 住在你妈买的房子里边 房贷的一半 还有你老婆我 大部分是我来还的 你刚当总监 好不容易当上了 一年就给撸下来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说 你享受生活稍微早了一点吗 老婆你 你别这么激动 你干嘛这么说 来 你自个 谁这么无聊啊 放网上 你做都做了 你还怕人家放网上吗 不是主要是一群同事吗 不是 搞得那么严肃干嘛 我说大家好玩 好玩 方程你怎么 你怎么就知道玩呢 你以为你这个总监 是玩出来的吗 不管你愿美 但我实话告诉你 当年是我 拿我们公司的项目 找董博宇换的 你以为你这个总监 是你玩出来的吗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 我现在说也不晚呢 就算你实在不想当 不当就不当 你搞什么降职仪式啊 方程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是吧 谁啊 我去 你别坐坐那 你好 方程先生加盟 我是花店店主 我过来送花来 这再也不难了 再也不难了 那个 这这这 你能 你能退了吗 这这退不了啊 这搬上来也挺沉的 老板 为我爱存在 你 干嘛给廖沙发那视频呢 怎么想的 这不找事吗 你以为我不给他发 他就看不着了吗 起 早晚是 我就看不惯 他那高高在上那样 我长得不比他差吧 我老公也比他老公有钱 我住的房子 也比他住的房子大 他有什么可扭的呀 我就气气他 你俩关系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你是不知道 他天天 在朋友圈发那楼盘信息 但是 他每条朋友圈 我都有给他点赞 可是我发的朋友圈 他从来都不给我点赞 这是关系好吗 又是你跟方程的关系好 不然他不会正眼瞧我的 他就是看不惯我是一全职太太 你想得多了 人家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哪有功夫回你朋友圈啊 以为都跟你似的 全职太太的闲吗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 一睁开眼 我的小马的 还就没停下来过 洗衣服做饭 脱底烫衣服 你哪天回到家 不是窗明几经 一尘不染 热汤热饭都端到你面前 全职太太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要气气她 我看就是闲的 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看不过啊 信不信你把我放出去工作 我比廖莎巧 你能干什么你 廖莎巧不起我 你也巧不起我是不是 太好了 这把赢太爽了 老婆 我赏你个亲亲 怎么了 莫名其妙 老婆 老婆 吃 吃点水果 这火龙果啊 能去火 关于这个降职仪式吧 我 我觉得我得解释解释 那你解释呗 我可不愿意当这个总监啊 但是真说降职吧 我又觉得挺没面子的 我就想与其让老董说出来 还不如我自己公布 该自己找台阶下吗 要这么说吧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傻 唉 你老公又真傻 你也不能嫁给我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好了好了 你饭都没有吃两口 接着吃点什么 走走走走 不生气了吧 我不是生气 我是担心你 我跟你说过多二回了三十五岁 是程序员的一个坎儿 你看多少人削尖了 脑袋都要往那个 管理层里边挤啊 你说你现在 你一直未送到你手上了 你拱手让出去了 你想过没有 你到了那个岁数 你的脑力体力 你怎么跟那些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竞争啊 你要是丢了工作 你真的想让我一个人 扛这个价吗 你先别着急嘛 我离三十五 不是还有几年吗 这谁知道几年之后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说不定我越劳越吃香呢 方诚 未雨绸缪到底什么意思 你懂不懂 懂啊 你懂什么你懂 现在每个行业竞争 有多激烈你知道吗 就拿我们公司来说 每一个季度 考核一次业绩 莫为淘汰值 不管你是哪一个职位 你只要是最后两名 你就滚蛋走人 你不要觉得 你们互联网企业 这996已经非常辛苦了 我们这个房地产行业 在销售旺季的时候 我们007我们都觉得 时间不够用 就像你这种 每天悠哉悠哉 没有任何这个叫什么危机感 没有上进心的员工 在我们公司 一点生存空间都没有 不是老婆 我是你老公啊 你能不能不要拿走你 跟下属说话那种语气 来跟我说话 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下属 因为一定会被我开除的 就是里里外外对我不满意呗 我就是不满意啊 下属能开除 老公只能砸手里 那你给我开了吧 那怎么开 离呗 那我没个人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刚才说啥了 我失忆了 你少给我装傻啊 这汤 这有油量了 我得在这儿 我得接清楚 我咱俩要离也是我提出来的 不行 我在这儿啊 您像您 来 你等会儿再吃啊 上你嘴尖 阿姨 来 哎呀 阿姨 怎么这么破啊 不是 阿姨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房东今天早上刚搬走 我没来过去打扫 因为这个地上的房子 好多人盯着呢 我想赶紧带您过来先看一眼 所以是 有点乱不好意思 厨房在哪儿啊 厨房在那儿 挺宽调的 您先大概看个格局啊 嗯 这 这房子多平米来的 房本面积八十 使用面积是七十平米左右 老房子就这点儿好 得分率高 要说这是温馨尺寸 你房子太大了吧 也是 也是问题 这儿还有一间啊 对 这次我 那主播在哪儿啊 这儿 您看这采光多好 哎 她这卫生间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 两个房子中间 哎呀 哎呀 这看着有点破破烂烂的 你知道我要是给我儿子买了 做婚房用的 阿姨 我最近带您看了不少房子了 但这一套房子真的是 最符合您对地段的要求 又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呢 既然您是给儿子当婚房的 您肯定得重新装修呀 我到时候给您介绍一个 特别好的设计品 非常擅长这种小户型的设计 我保证收拾完之后 肯定特别温馨 特别实用 而且您说年轻人买房子 哪有一步到位的 您儿子已经很好了 有新房住 到时候他结了婚 生了孩子不够住 您把这人一卖 换套大了 这个地段的房子好就好在 他一直在涨价 我保证您卖的时候 肯定是赚的 我真要卖房子的时候 我找您啊 找我 我负责到底 这 这以前这房主 他们家有孩子吗 有 生二胎了 是个儿子 说明这地面这风水不错呀 一胎也在这儿生的 也是个儿子 真是这样 真的 这窗户外边这个 我来 我来 这一块是不是 你刚带我过来 那条街啊 对啊 就是我们从那坡上来的 您记得吧 您还说两边的花开得特别美 所以我们现在站着这个位置啊 正正地看着小区的花园 哎呀 这么说的话 你这么一看 这小区的环境真的是不错 真的 阿姨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区 我也就是因为工作没几年 也没攒够钱 不然我自己特想在这儿买一套 因为这周边交通特别便利 生活又方便 要是在这儿能有他自己的房子 我这个外地人也就算是 在这个城市有家了 立业 安家 以后等我结婚生子 我再把这房子一卖 凑一套大海景房的首富 每天早上我站在阳台上 看着太阳从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缓缓升起 整个人生都开阔起来了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不好意思 阿姨 我说说说说把自己给带入了 但是您能看出来我是真的喜欢这房子吧 你 你没结婚吗 没有啊 谈恋爱了吧 工作太忙了 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你们现在这小孩怎么说啊 都是这个口气啊 我儿子也这样 我一跟他说说你该谈恋爱了 妈妈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您儿子还没谈恋爱 没呢 那您就解决给他买婚房了 男孩子不一样嘛 你到了一定岁数 你就得让他独立门户 有您这样一个妈妈太幸福了 我跟你讲啊 这些天我跟你这么相处下来 我我 真是的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 这个心态特别好 生活目标也特别 也特别明亮 房子嘛 其实这是满意不满意的 那就是个房子 关键是谁在里面住 这特别重要 嗯 我对你非常满意 谢谢阿姨 您放心 我努力帮您找到您特别满意的房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么说吧 嗯 我儿子也特别优秀 单身 他叫方程 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 你不用害怕 不成也没关系 但是我真的我是认为你们 你们有必要你们 啊 你必须见一面 你说什么得见一面 不然这个房子不用看了 啊 老婆 早上好啊 哎呀我给忘了 我还以为我在床上呢 你坐好我有话跟你说 嗯 嗯 嗯 方程我正式通知你 我要和你离婚 别闹 他 他不是翻片了吗 翻不了 翻过去吧 我不行 方程我是一个对生活有梦想的人 我每天都在为了 大家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再努力 你呢 你大学毕业什么样 你现在还是什么样 你可以对生活没有规划 但是我不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不太想要孩子吗 你说是因为 想咱们再奋斗几年再要孩子 我要奋斗几年是因为你不奋斗 你去照照镜子 你有当爹的样子吗 我怎么就有当爹的样子呢 我我我照照镜子 坐好坐好坐好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觉得既然我们俩对未来的生活 想法完全不一样 就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 我欺少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没有问题你就把字签了 我们各自到公司去醒假 下午两点明镇去见 老婆 离婚 怎么就冒着要离婚了呢 还不是怪你们俩夫妻 一人同位到 那要不我去找廖莎我跟她说说 说什么呀 越说我离得越快 那怎么着呢 你还真理啊 哎呀 哎呀不过你要真理也不一定是坏事 这廖莎那个性哪个哪得受得了呢 我受得了啊 你们都觉得她厉害 但是我就是喜欢啊 老董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那时候我跟廖莎还是谈恋爱的 我大意得了癌症 来投奔我 全家人 坐那儿开会呢 没有一个人敢拿主意 就看廖莎一拍大腿 站下来说了一句 去北京 就这样 一个没过门的外甥媳妇 带着我大姨去了北京 找医院看医生动手术 租房子一条龙服务办得妥妥当当的 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大姨 都跟她那俩儿子说 你知道吗 你们俩家起来 都不顶料杀 一个人好使 总结起来就一个字 撒 老董 我要说实话 我离婚了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我大姨 我永远都记得 我第一次见廖莎 我坐那儿等她呢 一个摩托车 大摔毁 嘖 摔毁是你 我正要开骂她 她把头盔欲娶 我融化了 我上头了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发誓 我一定要嫁给她 不对 我我要娶她 就冲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还有你大姨 这婚离不了 其实我真的挺感激方程的 确实可以用感激这两个字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现在应该没有在这个城市 拥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家 她确实 特别能让着我 特别能包容我 前年吧 是前年 我背着她拿了二十万去玩 P2P 就是想赚快钱吗 没想到爆雷了 二十万 全部搭了水漂 我们俩一共才几个存款啊 是要换了别人家里 早又大翻了 离婚的有可能 她呢 一句埋怨话没有 想着翻的逗我开心 想着翻的 就是让我觉得 这个事没事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你说就她那不求上进的劲儿 有时候真挺烦人的 但是也不知道是好事坏事 我感觉每天挺要强 什么事都要挣个第一 挣个第二的 也不知道是好事坏事 你这么舍不得她 那你就婚 厉害不厉 厉 说好了 天真肯定得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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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归我 存款一人一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的意思是 我不同意离婚 你不同意没有用 你说离就离 你说不离就不离啊 今天必须离 我不同意那个 离婚协议 我重新起草了一份 你看看 房子车子 存款都归你 我不要 别后悔啊 我后悔什么悔啊 我要后悔也后悔离婚 走吧 拿号去 谢谢 我们终于结婚了 走吧 你今天去吃点好吃的 那我晚上吃什么 我们就去吃 最爱吃酒的价子 好呀 请二十四号到二号窗口办理 你这么着急吗 我们是二十六号 我去霍山医院我急 憋着 马上到我们了 喂 廖经理 婚礼得怎么样 排队呢 你还真去啊 你别废话了 什么事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跟你说个 比离婚还重要的事 你等会儿啊 我马上回来 把号拿好 说吧 十分钟前 老孙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啊 他辞职的时候 我正好去给房东送咖啡 全听见了 而且他还推荐了一个人 顶替他的位置 你猜这个人是谁 别卖关子了 快说 他推荐了你 你不许逗啊 我开玩笑 也不挑你离婚的时候呀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 可千万别忘乱传 明白 这事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事成了再说 我先接着离婚了啊 拜拜 你怎么打电话打了这么久啊 招什么急啊 我又不会跑 号过了 那就得拿个号呗 已经停止拿号了 得明天 那就明天再来 老婆 老婆 咱俩找个地方聊两句呗 没空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那 那就在这儿聊 我是觉得啊 咱离婚这事可不是小事啊 协议都签了 不去换个证吗 不是啊 这离婚和结婚一样 那 不仅仅是咱俩的事 是关系到咱俩大家子的事 那就拿我妈来说吧 她喜欢你 甚不喜欢我 你是知道的 那房子是她买的 但是咱俩一结婚 那房产证名字 立马就变成咱俩的了 说我改回你的 你自己放弃 别别别别 别别 不是 她老人家心脏不太好 这要是告诉她 她一激动 激动进医院怎么办 孩子我听说 你可是要升职了 谁跟你说我要升职了 余晓纳呀 这里怕我这小女子 你看啊 升职 这可是大事啊 不能因为离婚这点小事 给耽误了你知道吗 我绝对不是赖着你 我是为你考虑 那你说怎么处理 我刚才一路跑过来 我有个想法 你听一听 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 最严重的处分是什么 是开除 其次呢 留校查看 鉴于你目前这个要升职 在离婚时机不太对 所以呢先把离婚放一放 你呢就给我个留任查看的处分 以观后效 行不行 行不行 上车 你干嘛呀 你不是没开车吗 我送你回单位啊 我能自己打车啊 我能自己打车啊 那明天接着离 别别别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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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正好 我弄不够了 来 你刺客人家 弄这会儿干嘛呀 你睡啊 从今天开始你就睡这儿 我 我睡这儿啊 老婆 咱俩不是说好不离婚了吗 是不离了 但是不是说好了留人查看吗 那就得有留人查看的样子啊 从现在开始咱俩有夫妻之名 不能有夫妻之实 你呢要履行老公的义务 但是不能行使老公的权利 听得对吧 我 我 我睡沙发不是得了吗 行啊 客厅是共用的 你只能睡着 喂 不是 晚安 拿着 台里面 武真 海先生 因为 他 Bravo 我看 我差以为 他还像以前那样 小嘴巴拉巴拉一顿甜言蜜语 我就能原谅他 这次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说人家跟小孩似的 你也跟小孩似的 不是姐 你都不知道 把我逼得都没招了 我真的是想刺激刺激他 激励激励他 真的不能这么服务心 对吧 你一个男人 要有斗志 抱着他 我分担一点压力 关键是他认真了 还认认真真写了个离婚协议 要近身出户 整得还挺悲壮 我也不知道我是该感动的 我还 真的他没辙我 方程这种男人啊 我太了解了 暖是挺暖的 但也值得令人发指 你要有什么想法 一定要直接告诉他 千万别拐弯抹角声东机械 不然他可能用一些奇怪的方法 来表达他对你的爱 搞得你哭笑不得 他还觉得自己特别懵啊 我现在根本顾不上他蒙不蒙了 我想听出了 我指着他 升职加薪买大房子 基本是没戏了 我只能靠我自己 我只能在我的职业前途上下功夫 姐 你说的可真是智力名言 女人谁都靠不上 只能靠自己 这话我更疯啊 女人只要好好搞好自己的事业 总会碰到志同道合的人 婚应该是水到渠成 还不是按部就班 你这小鸡腾一套一套都惯 整个给你结过婚似的 你嫁过人吗你 又不是我不想结婚 而是每当我有结婚的念头的时候 你们俩就用实际行动 把我从婚姻的幻想中删醒过来 时刻提醒我 难怕入宿行你怕嫁错了 得 俩俩成反面教材吧 行了 说正事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张阳新城马上就要退场了 我呢 得搞点心动点 我得让总部清楚的知道 营销总监最适合的人叫廖莎我 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好壮观啊 拍照啊 好看吗 这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星空下午茶 好多网红都来这打卡拍照 是吧 你看 里面那个巧克力 那个球球的是巧克力 吃了之后是会爆浆的 是啊 帅哥 你好 帮我们拍张照呗 好 可以可以 谢谢啊 拍照 来啊 拍照拍照 来来 我们靠近一点 茄子 茄子 好了 谢谢 看一下漂不漂亮 拍得真好 我发到全里面啊 好 怎么把我的脸拍得这么大呀 有吗 我要修一下在发的朋友圈里面 本来你的脸就大 再怎么修都没用 不就一三八八的下午茶堂吗 老娘又不是吃不起 出现了什么呀 就是 她愿意当于那头就让她当呗 脱仔的体度 咱们又不吃亏 还是小楠最上相啊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是啊 你们别老发朋友圈了 先吃点东西尝一尝 小楠 你这个包好像是今年新款 我在网上看见过 这个啊 我老公给我买的 新一轮显摆又开始了 她老公不演这一大功吗 什么了不起 为了免费的大餐 大伙忍了 小楠 你们结婚也好几年了吧 趁你也要去 年轻赶紧要孩子呀 不瞒你们说 我现在正被孕呢 你们郎才女貌的 生下来的孩子该多好看呀 是啊是啊 是啊 到时候满月酒 一定要急我们去啊 那早着呢 不过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好 好 我们一定去 来 尝尝这个 你们先吃 我去到洗手间 好 好的呀 小楠 这把要再还得上 去医院查一查 好 输卵管堵塞 怎么会堵塞呢 你很可能是一直有炎症 但自己呀 没有注意 也没有及时的治疗 日积月累呀 就会造成堵塞 那我还能怀上孩子吗 治疗好就能 怎么治 从这个照影上看呢 你的输卵管堵塞 是非常严重的 最好是能手术 他手术啊 我怕疼 手术是全麻不疼 那我也害怕 可以不做手术吗 这样吧 我先给你开点香烟药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还是低手术 那就先给我开药吧 谢谢大夫 我过来 怎么了 出门事了 这就是你的新动作 怎么了 你脑子这不进水了 咱们公司马上新开盘的 东方景点那个项目多好卖呀 房总都让你先挑了 你干吗不接 非接这个辉光国际 这为什么不能接啊 你不知道吗 这项目有毒啊 总共就五栋楼 两年过去了 一半都没卖掉 咱们公司多少好销售都舍在这儿 这上面了 别人躲就躲不进 你还往上扑 你还想不想在这一小总监了 卖好房子算什么本事啊 你往那儿一站也能卖 别人卖不出去的房子 我都给卖出去了 这才叫露脸 懂不懂 你就自大吧 你小心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就别操我这份闲心了 好好找你的行政 拜拜 自己做死的 谁救不了你 好 大伙儿都歇会儿吧 来喝点水 快快快 你们说这个料金 它到底在想什么 卖点什么货场 非要卖这个山猪两样的公寓楼 位置还这么偏 我现在上班 每天要比平时早洗一个小时来 是啊 这种商住公寓互行响 就算卖出去了提成也低 完全吃力不讨好 这个女人啊 就是太要表现自己了 她要表现就行啊 干嘛非要带上我们的 听说这个项目 两年都没有卖出去 我们不会也要在这边 耗赏两年吧 你做好长期分战的准备吧 那要不我们就一人一套 在这边买了算了 充充业绩 上班方便出门就到了 我没捡 玩干嘛啦 都歇啦 都过来吧 咱们聊聊去 都垂头丧气的啊 站直了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听不见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这还差不多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每个人 心里要记住这句话 我知道 你们对我借了这个楼盘 心里有怨气 觉得我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找事 我就是吃饱了撑的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 太久没有饥饿感了 你们过得太舒服了 一直在一个舒适区里边待着 很快就会没有斗志的 你们信不信 别的团队很快就会追赶上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自我归零 从零起步 反正这个活我已经接了 就看你们大家 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攻坚战 有 有 没有也没有关系 直接提出来 申请去别的团队 我绝对不会阻拦 有没有 有 这不就完了吗 干活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还要回家呢 下班呢 看来啊 不让你当总监 你也反而可以专心工作 这么看 公司的决定还是应你了 我回去吧 也只能面对一张冰冷的漏气床 我还不如嫁会儿玩呢 还没搞定你们家廖大祥呢 哎 我太难了 看来啊 关键时刻 还得哥们儿来给你支招啊 你有什么招 俗话这样说的 夫妻没有隔夜仇 没有什么那什么解决不了的 明白了吧 不是 什么呀 你装什么纯情少男啊 哎呀 你当我家廖莎是顾小男啊 我家这是练家子啊 我想多活几年 你大老爷们儿她要练 练得过你吗 我看你啊 就是逆蕾顺手段了 你稍微改变一下风格 说不定她立马 怪得跟小猫似的 她要是小猫 我只能是过节老鼠 瞧瞧你这点出息呢 这样 我再告诉你一阵地 往往越是强势的女人 越喜欢被强势 真的假的 十进出阵子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还有一番局 我先扯啊 强势 突然想翻一番老照片 泛红的故事 早忘记好多年 人群中 是你笑的最甜 那天的回眸 是一辈子的想念 低下头 摸着你在指尖 模糊的泪眼 重叠着你的笑脸 是不是 这样的在向前 让这一段缘 让这一段缘 再心心念念一遍 一遍 一遍 一遍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一树暖花开 一遍风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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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树暖花开 一遍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一夜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所有的舍不得和离不开 会好好的放在心底 一直在 不离不离不开 对 不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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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是 感谢观看